王陽明和蔡詩雲結婚四年後迎來寶貝女兒的誕生 王陽明也一改浪子形象 時常會在社群上分享人夫生活 但沒想到日前因夫妻互動大量減少 而被網友懷疑是否情變 時候根據一篇新聞網報導 一家三口出門用餐時幾乎五交談 離開時蔡詩雲更是返回娘家而爆出分居一說 對此王陽明接受東森新聞採訪時說到 因為老婆參加大嘻哈時代之後工作變多 今年更有許多商演活動 並承認兩人時間的確是越來越少 但偶爾會找到一些單獨的時間 不過他也透露 比較重視三個人的時間 女兒還是最重要的 最後跟不忘之汗 我覺得我很幸運 因為有一個把女兒照顧得很好的老婆 目前夫妻之間就是互相體諒和支持對方 也在各自的事業上做好努力 在各種學院製作為冷藏機 要是否讓我想做好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